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我们谈到这个Fast for Design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部分介绍的主要是从 Rob's的Luminescence and Solid State这本书呢 289页到302页这个地方的内容 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我们昨天谈到这个Fast for Design 其实会建设到host 就是主体本身 另外还有这个活化剂 Activator 跟这个Co-Activator 就是所谓的敏化剂 那当然不一定要两种都同时存在 那有些当然就是不需要这个活化剂或敏化剂 自己也会发光的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 就不同的这个 发光中心 或者是活化剂跟这个辅助活化剂呢 已经做过一些介绍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Quencher 那这个Quencher基本上就是 凡是有未成对电子的氧离子 那通常呢都可能成为这个 发光的Quencher 就是会产生这个脆灭的这个作用 那这一类的氧离子通常很多 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Quencher呢通常会消耗掉这个 我们pumping这些发光材料的能量 所以我们给它的能量呢 一部分会被 产生这个energy trapping 所以Quencher本身呢 它会变成energy trapping center 就是能量捕捉的中心 那换句话说一部分的能量呢 会被这个Quencher呢所消耗掉 那这个呢 当然就会造成这个发光效率的降低 那这一类的Quencher通常呢 存在比如说我们合成发光材料的原料里面 可能存在就是我们做发光材料的时候 你所用的容器 如果有金属的成分的话 其实应该要尽量的避免 那 很多的过度金属的离子啊 其实都是Quencher 所以在这个table里面 这个table呢是从这个ROPS Numinescence Consultation这个书上面 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做介绍的 所以这个部分啊 特别是这个过度金属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金属离子 它是有Ampere的电子的 所以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有人讲就是 铁磁性跟发光呢 是不是可以共存的 这个还是一个争论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比如说有三架的个 它可以是一个发光的中心 但是你比较少看到像两架的铁 三架的铁或者是骨 铁骨呢 铁这些都是具有磁性的离子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磁性跟发光呢 其实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不过这个说法呢 其实还有带这个 这个电阵 那所以这个磁性的离子啊 一般来讲这些都是具有 这个Ampere的电子的 这些阳离子 那Ampere电子呢 它会trapping这个 你给它pumping的这个 energy 所以一般来讲 它可以当作clencher 所以 比如说分析里面 我们用白金的干锅去做这个 烧结或者是 做一些样品的处理 那白金来讲 基本上也是不favor的一个容器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合成这些 发光的材料呢 用的都是ceramic ceramic的container 用这个陶瓷的容器 比如说像氧化铝 那又吸又吐 或者是氧化道 类似的这些东西呢 它当作ceramic的container 有些时候我们会用graphite的crucible 就是石墨的干锅 它也可以当作一个容器 好 那 这个clencher 基本上通常我们会碰到 主要都是一些 过度金属的这个离子 所以避免用金属的容器呢 其实是我们合成这些材料 比较常见的做法 所以我们要design这些phosphor 通常impurity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 你doping进去的东西其实很少 那 所以有少量的杂质呢 特别是有 quinture这个特性的 比如说过度金属的离子 它就有可能影响到 它发光的特性 所以我们把它 summarize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要design一个发光的材料 那一般来讲呢 第一个choice就是说 主体的阳离子 它是不发光的 阴离子呢 也是不发光的 那只有activator呢 发光 那第二种选择 当然你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就是要主体发光 那通常阴离子呢 它是会发光的 那阳离子呢 它是optically inert 它是不发光的 那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你就不需要activator 在这个 design 里面 那这个例子其实跟乌双盖啊 是一样的 或者是像传双椅呢 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Y2W06 像这个CAW04 这个 我们以前都介绍过 像YVO4这个 这个例子 那这些呢 都是自发光的 它有charge transfer 的机制 所以这些都不用doping的 不用这个doping 它本身呢 就是自发光的 这个phosphor 好 这个是我们 谈到这个phosphor design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举一些例子 来看看这个phosphor design 到底要考虑到哪一些的因素 那这些例子呢 第一个是细酸酶 参了锡的离子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是目前非常热门的 像氧化芯 氧化芯呢 如果你把它做成 在一个基板上面呢 做成很整齐的阵列 比如说 增状的或柱状的阵列的话 其实它可以当做一个 Electron Emeter 可以做Micro Lasing 来使用 微型的这个雷射来使用 那第三个呢 就是phosphor里面呢 非常非常古老的 一个 油化芯银的 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 其实银离子的 到底是 正一价的银离子 还是负一价的银离子 还是有其他的价态呢 在这个系统里面 其实目前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如果说 正一价的银离子的话 我们晓得 两价的银 两价的铜 那它是D9 那一价的铜银金 在同一组 所以一价的银呢 它应该是 D10的电子阻态 那这个呢 它D10s2的电子阻态 如果你是 负一价的这个银离子 这两个系统里面 就是差了 对银来讲 差了两个电子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它是叫做细酸银 这个例子 那从这个例子呢 我们 其实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合成 锡会发光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發光的这个材料 好 所以 最基本的就是银 银离子 是它的阳离子 那银离子团呢 就是silicate SiO4 这样的银离子 好 所以 怎么样把这个锡两价的呢 掺杂到这个 细酸铁的host里面 当然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第一个呢 你可以用氧化铁 氧化锡 跟SiO2 这样子的 三个反应物呢 用这样的比例 那你可以形成这个 Solar solution 那这个固溶液啊 固溶液呢 固溶液呢 是在固态化学里面 常见的一个名词 那换句话说 它原来是银 细酸铁 细酸铁 那你现在呢 用两架的TIN呢 去取代这个铁的位置 那换句话说 这个TIN呢 它是dissolve 它dissolve在这个铁的位置里面 所以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写成铁 然后1-X 席X 关号一个2 那你要写成这个样子也可以 你要写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可以 不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席呢 两架的席 它就取代了铁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参杂呢 其实我们叫做ISOvalent 换句话说 它是等价的取代 你不用担心电荷的问题 这是两架 两架的取代呢 就没有电荷的问题 在这里面 所以 这个是 可以形成Solar solution的 这个东西当然会发光 它是两架的席 如果变四架的 它就不发光 那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214的 我们叫214的细酸铁 这个叫214的细酸铁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 用适当的比例 equilibrate 这个其实应该要加个 2分之x 才能够平衡这个equation 就是 2分之x 那这个呢 应该有一个 像1-x 1-2分之x 这样子的一个 技术呢 在前面 那可以把它加上去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Solar solution 所以这些做法呢 其实 你都可以合成这个 这个 参席的这个发光的材料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考虑到的 就是说 在固态化学里面 通常我们考虑到离子半径 像铁的半径 铁的半径呢 跟 席的半径 所以在5G里面 其实我们 从这些离子的大小呢 会影响到它的 特性 通常铁的半径呢 它是小于 席的半径 所以一般来讲 你用很大的席 去取代铁 金格呢 它会 扩张 或者是铁的这个隔位呢 它会产生expansion 所以这个取代的话 它会造成这个 latus side expansion 那金格原来是比较小的 那因为有一个地方 你填了一个比较大的离子呢 在local的地方 在局部的地方 它就会 产生这个expansion 它会扭曲 所以金格里面 它就存有这个 张力在里面 所以呢 在材料科学里面 这个 Vegas Law呢 其实它是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用一个离子 去取代另外一个离子 那它的半径呢 必须要差距在15%之内 那通常这种取代呢 是可行的 所以Vegas Law 其实告诉我们 你要做 这些离子的时候 那我们要考虑到 这两个离子的半径 如果差得太大 那取代可能很困难 那原则上 它归纳出来 在很多的离子里面 都要小于15% 那其实这个离子呢 它是 远大于15%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鎂的半径呢 大概是0.65个Enstrom 那 习的半径大概1.12% 把这两个呢 做比较的话 它是远大于15%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基本上 习呢 它也是可以取代这个 这个鎂的位置 那这种大离子 取代小离子 就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 金格的 扩张 它会局部的产生 扭曲 那扭曲的话呢 所以 Lattice的expansion 它会产生这个 local distortion 它局部的就会扭曲 那distortion的结果呢 它就会产生strain 它会产生这个硬力 那硬力存在的话 就会让这个金格 非常不稳定 这一般来讲 它会消光 好 那 所以这个 发光的材料呢 因为阳力子的半径差距太大 就是你掺杂了 跟host 本身的这个鎂离子 那它会发光 但是发光强度并不高 我们如果真的去量它的发光效率 其实并不高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就把鎂呢 换成比较大的 钙 或者是湿 或者是被 那它的size呢 跟习相称 那这样子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习 那习的半径 大约是1.13个anxtron 1.13个anxtron 那跟 习的半径 湿的半径呢 是1.13 跟湿呢 其实1.12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把这个鎂 换成 湿 那它的发光的效率呢 比鎂的这个细酸鎂要好很多 所以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些银光材料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个 这个离子的半径呢 是不是相称的一个问题 那刚刚讲的这个Vegas Law 大家如果学过材料科学的话 通常老师会介绍这个Vegas Law 材料科学里面有非常多的 solid solution 那或者是alloy 特别是substitutional的alloy 通常都会提到这个Vegas Law 尤其学合金的时候 金属材料的时候 那 虽然这15%是他所提出来的 但是其实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像这两个 1.65跟1.12差了很多 一样的 它也可以形成这个 solid solution 但是往往呢 以这个锡的参杂 没有办法参杂得非常非常多 那参杂得非常多的话呢 它可能就参杂不进去 或者是会有其他的化合物呢 在这个系统里面产生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学到了一些 设计这个phosphor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size的因素 因为这个例子其实告诉我们 你要考虑到的是 defects的因素 就是缺陷 缺陷在这些固态的材料里面 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通常 比如说我们谈到的是氧化心这个例子 那氧化心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半导体 那氧化心 基本上心跟氧呢 都是适配位的 氧化心 那这个氧化心这样子写啊 其实 在文献上有所谓P-type 有N-type的氧化心 那看你的doping的离子 那这个氧化心呢 它很容易形成低肺 它很容易形成这个缺陷 最常见的比如说这样子 讲缺陷 或者是这个样子 新的缺陷 那这个粒子里面呢 不管是氧跟心的缺陷呢 它都是形成氧粒子 或氰粒子的difact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是四配位 都是四配位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来做标示 那一个心旁边有四个氧 一个氧旁边呢 有四个心 这里面呢 心跟氧的都是Tetrahedral 叫Tetrahedral的coordination 大家都学过最密的堆积 如果我们把A的原子呢 一层 A原子 下一层呢 最密堆积 B原子叠在上面 那A、B的两层之间呢 它会产生四配位的 但是也有Athedra Athedra的这个Sight 所以它这个位置啊 其实有四配位跟六配位的位置 只是氧化心旁选择了四配位的位置 除了这两种位置以外呢 还有Interstitial 在尖细的位置 在尖细的这个位置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尖细的这个格位 格呢是金格的格 所以这个是尖细的这个格位 好 为什么要谈这个 因为在固体里面呢 通常 当你把氧化性摆在这里 你加热 那你要掺杂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掺杂的离子呢 它会Diffuse到氧化性的金格里面 理想的状况 它可能跑到Tetrahedral 可能跑到Athedra 但是有可能跑到Interstitial 就是间隙的位置 不属于四配位 也不属于六配位的 那通常我们给它一个符号呢 叫I 那因为底下我们要介绍 Diffuse的这个equation 会用到这个I 好 底下呢 它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把氧化性 把它摆在一个 还原性的细分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氧化性通氢气 氢气会把氧拔掉 变成水 那通常呢 第一步它就会把氧拔掉以后 变成 氧的缺陷 加水 所以我们写了一个V O 那这个呢 表示在 Oxygen Side 它的Vacancy 如果你学过材料科学的话 这个Diffuse equation 这个部分应该蛮清楚的 就是氧的位置呢 它有缺陷 因为氧被拔掉以后 形成水 那你要Balance the equation 其实氧离子呢 都必须要跑到I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样子写 Zinc 的离子 它跑到I的位置 这个I呢 其实指的就是 Interstitial的位置 好 你还需要这个 X乘上2mol的电子 2Xmol的电子 你才能Balance the equation 那这个在Interstitial的Zinc Ion呢 接受两个电子以后 2Xmol的电子以后 它会变成 金属钛的鑫 所以它是磷架的 那个金属钛的鑫呢 因为它很大 所以通常 没有办法在间隙的位置 然后Occupy一个位置 所以它通常会跑到氧的位置 氧本来是氧离子的位置 所以它是磷架的鑫呢 算是相当大 所以你磷架跟磷架的鑫比起来 当然磷架的鑫要大很多 所以它能容纳的位置 就只有Occide的位置 好 所以 在 这个氧化鑫呢 再加上跑到Occide位置的 这个鑫的鑫就会变成 ZincOccide 加上Xmol的Occide的 这个位置里面呢 它有鑫的 磷架鑫的 这个元素在里面 好 所以氧化鑫 基本上它是一个 发光的材料 它有一部分在紫外 一部分在蓝 所以这个 氧化鑫的 基本的 发光的原理啊 是牵涉到这个铃架的鑫 上面这1,2,3,4 这4个equation 基本上 告诉我们就是 你把氧化鑫 稍微reduce的话呢 你就可以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formula 那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这个 可以让这个 这个 氧化鑫发光的机制啊 用这个缺陷的方程式呢 来做这个 表示 换句话说 你要合成这个 发光的氧化鑫的话 一般在还原的细分底下呢 会发生这些这个反应 那不管是氧化鑫 或其他的硫化鑫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 Semiconductor 那 在 发光材料里面 像 硫化鑫 那其实就是很主要的 以前我们夏季用的 发光的这个材料 即使硫化鑫不掺杂的话呢 它是自发光的 所以一般来讲 Zinc sulfide 它是 自发光 它是自发光的一个 一个phosphor 那Zinc sulfide呢 通常 你可以掺的 比如说银 跟氯离子 我们讲个 一个是donor 一个是accepter 硫化鑫呢 那你可以掺 铜铝 它是一个donor 一个accepter 所以这些都是 CRT的phosphor 所以这是典型的 这两个都是CRT的 这个phosphor 所以 不管是硫化性本身 或者是这些 掺了离子以后呢 它通常 都是发光的材料 那这个发光材料里面 刚刚我们讲过 不管是铜 银 或金的doping呢 其实都牵涉到 这个氧化素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其实到目前 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到底你掺的铜呢 它是铜一架 或者铜两架 大部分的文献呢 favor 铜呢 是以铜一架存在的 是以铜一架存在的 这些这个 这个 这个 硫化心 或者是像锡化心 这些 这些host 里面 那银的话呢 通常它是以 这样子的电子主态 存在的 那这个其实看起来 如果D10的话 它有十个D电子 那它是一个D9 加上另外一个电子 在S1上面 所以它的 这个ground state呢 就比较特别 并不是D10的 通通电子 配合起来的 这个ground state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在文献上 其实 比较多的 呃 报导呢 其实都告诉我们 铜是 一架的铜 那这个银呢 还有一些争论 那银 有人说是这个 正一架的银 或者是 负一架的银 都有一些这个 争论存在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刘化心 它本身是一个 典型的半导体 能系大概3.7个EV左右 以下呢 是填满的 Valence band 主要是 流的contribution 的bonding 的orbital 这个conduction band 主要是 来自于 新离子的 antibonding的orbital 那它的 能系大概是 3.7个EV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 插了银在里面的话 那这个银呢 它会产生一个 能阶 在这个能系里面 那这个能阶 大约 以conduction band 这个下方呢 大概是3.4个EV 3.4个EV左右 那这种 如果我们去把 流化心pumping 比如说我们用 电子素CRT里面 去打流化心 打出来它的发光 大概45 Nano 那它的波长在这里 如果你插了银以后呢 大概在450个Nano 所以 有人认为 这个发光的波长 其实不只跟 引力子有关系 也跟 流化心本身呢 有非常密切的 这个关系 那 很多人认为 它是 负一架的银 存在在这个 这个系统里面 那其实 你 很难讲 从化学的观点来讲 银通般是零架 或者是一架的 所以两架的银 或者是负一架的银 其实很少见 所以负一架的银呢 它已经是 低电 低轨域通通填满 还有S轨域的 这个电子呢 存在 好 那 有人认为这个银呢 是负一架的银 那它负一架的银 主要形成的 整个process 是这个样子 那 换句话说 这个发光里面 它这个银呢 可能是这样子存在的 所以它是负一架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那这个它是一个 硫化芯为主体的 这个芯离子啊 它会跑到 interstitial的位置 硫呢 它有缺了 缺了 Xmore的硫 那这个硫的缺 缺 是被银 负一架的离子 所占据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 银是负一架的离子 它很大 没有办法去取代 新的位置 通常它会跑到 因离子的位置上面去 占住因离子的隔位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结构呢 来把这个银离子 把它 负一架的银离子 把它稳定住 让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 那来解释这个 硫化新银它的 它的发光 这是文献上 我们看到的一种说法 那从化学的观点来看 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银是负一架的 那这个process呢 告诉我们 负一架的银 到底是怎么来的 负一架的银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有人认为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银存在呢 它是负一架的离子 被稳定在 因离子流的隔位上面 那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charge balance 基本上 这两个末数只要一样的话 正负电荷呢 就可以balance 好 这个是硫化新银 的一个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硫化新银呢 这样发光材料的一个机制 那 这个当然还有 必要做进一步的验证 只不过它暂时 告诉我们 负一架的银离子呢 是怎么在 流化新的金格里面 被稳定下来的 好 所以我们上面 谈了这三个 例子啊 那这三个例子 其实牵涉到的是 半径的因素 就是science的因素 另外牵涉到的是 一个固态的化合物里面 缺陷的因素 它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化光材料的设计 那 那 我们根据这个 书上面呢 289到302页呢 我们把它 summarize 出来 有几个通则 那这几个通则呢 就是怎么样选择 最好的主体 那你要选择 最佳的 阴阳离子的组合 那 你要去合成这个 发光材料的时候 通常 我们会用过量的阴离子呢 当作反应物 如果 你就合成的时候 阴离子过剩的话 通常它会吸收 紫外光 所以我们宁可让阴离子过剩 所以这是牵涉到它 残留在残物里面呢 如果有杂质 阴离子的话 影响比较小 如果有阴离子的话 它会吸收紫外光 那 第二个入我呢 就是 这其实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阴离子呢 它会 残存在这个 这个产物里面 它就会吸收紫外光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合成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主体 在固体的合成里面呢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反应 我们叫做 Varium Dysilicate 就是 二细酸背 那 这个二细酸背 你可以从碳酸背 跟SiO2呢 去合成出来 所以 只要一比二的比例 大致上就可以合成出来 固态反应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固态的反应啊 跟我们一般在 军像里面进行的反应 比如说 水溶液 或有机容器里面进行的反应呢 是不太一样的 通常我们 在考虑这些 固态反应的时候呢 第一个 SiO2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個固体 一个固体 你要形成细酸背呢 通常需要有 barium的离子 这个barium的离子呢 通常是从 氧化背来的 那氧化背呢 是从细酸背来的 这个就变成VA CO3 我们把它加热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这个氧化背 好 那 高温的时候 通常固态反应 是在高温进行的 因为高温呢 可以提供第一个 碳酸背它会 分解成氧化背 那你用氧化背 当然也可以 不过氧化背 通常会吸收 空气里面的水分 还有二氧化碳 所以不容易呢 有非常非常纯的氧化背 好 所以我们用碳酸背 开始进行氧化背 氧化背里面呢 有被离子 那在高温的时候 所以这个说明了 为什么 物碳的反应呢 都是在高温 那这个时候 被离子呢 它需要diffusion 它需要扩散 进来 到这个SiO2的 pollicle里面 那我们可以想像 当这个diffusion 发生了以后 第一个它会形成 surface的coating 表面呢 它会形成一层的 细酸背的 这一层在上面 那随着反应的时间呢 过去了以后 这一层呢 它是一个silicate 这一层呢 会慢慢慢慢增加 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它就saturate 那换句话说 你做固态的反应 可能 里面是SiO2 这是外面呢 它是silicate 比如说barium silicate 这个是固态反应 最 intrinsic的一个limitation 所以 如果你的产率是95%的 西川贝 那会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它没有办法分离 做好了以后你是一堆的粉末 又没有磁性 不能拿一块磁铁去吸 那这个东西呢不能分离 所以固态反应你要做到100%的产率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它受到这个diffusion 的限制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叫做surface blockage 就表面了 还有blockage 那换句话说表面呢 它被阻塞了 里面是SiO2 所以外面呢是西川贝 所以这边讲呢 就是说 最好最好你可能只有98 99%的EO 那反应就停了 那甚至很多的反应都比 这个产率呢还要低 那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没有办法分离 没有办法分离 所以固态反应里面 反应物的残留 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刚刚我们讲 如果说你让 贝离子残留 是比较不好的 它会吸收这个 pumping的光 那 一般我们会让SiO2过量 让银离子过量 那根据这个方程式呢 我们就会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Inmol 你会有过剩的SiO2 加上Inmol的CO2 那CO2呢 当然就跑掉 那你会有SiO2 残留在这个产物里面 而且这两个东西呢 它是没有办法分离的 它没有办法分离 第二个反应 如果说我们把碳酸被过量 然后加上 剂量的SiO2 你会产生 1mol的细酸被 加上0.025mol的SiO2 0.02mol的 VAO 所以大家改一下 这边是VAO 所以呢你会有 因为这边是 碳酸被过量 所以你会变成 0.025mol的VAO 然后加上CO2 这两个反应来比较呢 这是比较不favor的 因为VAO呢它吸收 紫外光 好,所以 我们会让这个硬离子呢 过剩 甚至让它残留在这个 product里面 好,接下来一步呢 你合成的主体以后 通常需要 摻的 火化剂 这火化剂呢是千离子 那 它 课本里面它所建议的剂量呢 大约是 99.99mol的 这个 0.01mol的pb 然后2.02mol的SiO2 所以这里啊 pb呢 因为它是取代被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把被的剂量呢 控出来 本来是1的 那你要参1%的千离子 所以剩下99%的被 1%的千离子 所以用这样的剂量呢 follow这个equation 那你就可以 合成 合成这个 合成这个 参有这个千离子的 dA Si2O5pb 两价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写 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写 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写 而且pb呢是两价的 所以Si2O5 那 这都可以的 那产物里面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还有过剩的SiO2 它有过剩的这个 这个SiO2剩下来 主要的目的 是要把所有的被通的用光 那印尼只能过剩 那这样子呢 是一个 比较好的 配方 它是比较好的配方 所以刚刚讲的两个 general rule 就告诉我们印尼只过剩 搭配适当的活化剂呢 你就可以合成一个 比较 好的一个 一个发光的材料 接下来这个equation 就要告诉我们 你如果是用三价的T 去取代两价的Bang 这边就有电荷不平衡的问题 如果你是BA Si2O5 那我们现在要把T 掺杂进去 所以T呢 它是三价的 三价的T呢 它是发蓝光的 三价的T是发蓝光 所以我们用T呢 去取代被 这个时候你会有 VA 1-X 然后 SB X Xmol的T 那你有 两价的B 你有三价的T 这个时候呢 电荷的平衡 就会有问题 所以 课本里面它建议的方法呢 就是 你用 三价的T 一价的甲 去取代 第一个被离子 去取代第二个被离子 好,所以两个离子呢 取代两个离子 它的电荷呢 是3加1 这个是2加2 所以它是Balance 所以它合成的策略 你要合成 或者是设计这个FASFOR的时候呢 那就必须要有 甲 在里面 而且是 Xmol的甲 那这个呢 就会变成 2X 然后 括号 Si2 O5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一样的你需要去Balance它的Charge 所以甲呢它是plus1的Charge 它是1加的Charge 所以 等价的取代 很单纯的 如果是非等价的取代 通常你要用电荷去做Balance 那最怕的就是 你两个离子呢 只能取代一个离子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离子比较单纯 它是两个离子取代两个离子 那3加1呢 它等于2加2 所以Charge呢 它是Balance的这个 这个状况 所以课本里面 它是建议这个配方 所以 0.99碳酸倍 0.0025的氧化T 碳酸钾 然后过量的因理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合成 这样子的材料 这样子的这个 合成这样子的材料出来 那 它的掺杂量呢 是只有0.5% 就是相当低的这个浓度 好所以 这些离子呢 基本上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乳 那这个第一个乳 那这个第一个乳呢 是我们 在做 螢光材料设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的 就是 你设计这些材料 那通常 你要有好的 Cannine 跟 Anine 的 Combination 那通常合成的时候 你要 Anine 过量 而不是 洋粒子过量 所以这个 需要注意到的 所以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三个 rule 那第三个 rule 其实告诉我们呢 你通常需要 Optimal 的 High Temperature 的 Process 所以一样的 这是传统的固态的反应呢 它都要高温 那只要高温呢 它可以帮助 这些离子的 Diffusion 可以帮助离子 有足够的 Diffusion 所以 你不可能做一个固态反应 在室温做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这些离子没有足够的 这个 Energy 它可以产生这个 Diffusion 的现象 好 所以 High Temperature 的 Reaction 通常是需要的 另外我们设计一个 Phosphor 的材料 当你选择这个 Host 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它有低温跟高温相 这个在固态化学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会举一个例子 所谓 这个我们叫做 Structural 的 Phase Transition 我们把它翻译做 这叫结构相变 这是同一个材料呢 它可能有 Alpha 相 它有 Beta 相 它有 Gamma 相 同一组成的 同一个化学组成呢 它会有 Alpha Beta Gamma 甚至更多的像 这个在很多合金里面 就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如果去看周期表里面的元素 铁呢有面性立方 有体性立方 都是铁 但是它结构不一样 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有 Alpha Beta Gamma 相 那它可能是在 第一个 T1 的时候 会变成 Beta 相 T2 呢 变成 Gamma 相 甚至有更多的相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材料 这个荧光材料 它使用的范围 就会受到温度的限制 你从一个结构 变到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 因为温度的改变 它会结构转换 那这个时候 结构转换 会影响到 发光 甚至效光 所以 这个ROR呢 其实告诉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例子 它的例子呢 在这里 这个例子我们把它叫做 减土的胶磷酸炎 减土呢叫做Alkaline Earth 胶磷酸炎 这个胶啊 我们叫Pyro Phosphate 是指磷酸炎 当你用胶磷酸炎 当作host 那我们要把 发光中心呢 Doping进去的时候 这个胶磷酸炎本身就是 会产生结构相变 比如说 减土的Pyrophosphate 变大像 在E150 它会变成Alpha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叫高温像 叫High Temperature Phase 这个是Low Temperature Phase 所以它产生结构的相变 另外呢 像 如果它是 这个胶磷酸 被 Alpha像呢 在750 它会转移成Delta像 所以胶磷酸被 它这个 host 就不是好的一个host 因为它 受到温度的变化呢 它会有结构的变化 那所以这个 螢光材料 它对温度适用的范围 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 类似这样的 尽量的避免 那 这里面当然可以多凭这个 锡的离子 它可以取代这个 减土的离子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些都没有问题 可以形成非常好的固容液 那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很多的系统里面 在胶磷酸炎的系统里面呢 它是 比如说 被 P2 O 7 这样的一个主体 两架 那参的席在里面 那席我们晓得 它主要是S2 到S1 P1的 这Wang state 这excite state 这种 S1P1的呢 它是sensitive to Crystal field 的 改变 toCrystal field variation 换句话说 因为 SP 它是外围的架轨域 那 环境改变的时候 也就是经常改变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sensitive 所以 好,我们 VA2 P2O7 它的席 这个席当然是取代这个 VA的位置 那席的发光呢 其实是可以调的 那我们调整它的 经常的强度呢 或经常的环境 就可以产生 不同波长的 Tin的发光 那怎么调呢? 我们可以 用 C 然后P2O7 你可以加入C 你可以加入Guy 所以VA 你可以有Guy 那这样的方法呢 你可以去tune这个 席的发光的波长 其实主要的原理呢 就是你用 小离子 取代大离子 小离子 取代大离子 那你会改变它的经常 所以你会改变席的发光 所以它的策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有些甚至它有 背 有丝 有盖 然后P2O7 然后习 就像这边他所谈到的 它会有这样的特性 当然你要考虑到的是 丝跟背 或者是盖跟背 它的半径呢 是不是 不要差得太大 差得太大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鎂跟习离子 如果差太大的话 会有问题 那这个 如果 半径跟背 差太大的话 一样呢 会使金格的扭曲 当然习跟背 它的半径呢 其实是 差距不大 那习跟脂 这两个 其实它的半径呢 是相称 最相称的 那这个例子呢 其实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可以尽量避免 温度引起了结构的相变 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通常 认为它会受到 它的应用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尤其是你这个温度 改变的时候 它会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结构的变化 那通常呢 它会消光 它会消光 我们赛堂课呢 介绍到 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说它有 结构的相变 就是像胶磷酸 减土的胶磷酸岩 它有结构相变 那这通常呢 是不favor的这个 这个material 另外 刚刚我们讲过 就是你要合成这样的 细酸背的这个材料 那 这典型的方法呢 就是像 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你要用 碳酸背 碳酸背 加SiO2 然后加了 SNO2 那 去合成一个 所谓 barium disilicate 这样子的 host 有VA Si205 然后你有 两下的team 好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我们说呢 你这个要Axis 那 因离子过量的话呢 就可以 得到这个 坦物里面 没有洋离子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 不含 这个 被离子的 的product 那这个 反应的方程式里面 当然有 过量的SiO2 存在 那一般来讲 SiO2 这个UV呢 它是transparent 有非常非常小的吸收 所以你可以 这样子做 那这个固态的反应 啊 它有很多的缺点 这是 solid state reaction 是不是 这个 synthesis 所以我们讲它 基本的缺点呢 就是 会产生 impured product 那主要呢 来自于这个 surface blockage surface的这个blockage 它表面呢 它就 会block 它会限制这个反应的 这个进行 那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 通常我们会把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compositioned in homogeneity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 这是一颗pallicle 那它是这个 VA2 VA Si2 O5 Tin 的pallicle 那我们想像 这样的一个pallicle里面呢 到底 say的分布 Si的分布 还有 tin的分布呢 这些组成的分布 是不是非常均匀的 一般来讲 因为 这个东西呢 是先形成一个 surface 在它的外面 所以就组成来讲呢 里面 Si 会比较多 那外面的话呢 可能会 被离子比较多 所以这样子的话 组成呢就不均匀 所以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先有一个precursor 一个前虚物 那这个前虚物呢 是我们用沉淀的方法 把阳离子统统沉淀下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 就会有被离子 那有Si 有这个 锡的离子 我们找一个方法呢 把它沉淀下来 那沉淀下来呢 比如说你用acate 你用草酸 或者是碳酸盐 用carbonate 把它沉淀下来 那形成一个前虚物 那这个前虚物呢 我们再用高温 做高温的反应呢 然后再产生 你要的产物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第一个 这个前虚物 particle size 会比较小 因为它是先 用这些原类呢 把它 因粒子把它沉淀下来 变成一个 一个原类 第二个它的组成的分布啊 会很均匀 那这样子我们再经过高温的处理呢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产物 所以在很多的合成里面 通常我们不用 这个 它的反应物呢 不用氧化物去做合成 我们 绕了一个弯 用一个前虚物 这个前虚物通常是用 沉淀剂 可以把你要的这些氧粒子 通常抓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particle size 很小 组成均匀 那就可以把它 变成产物 同样的你需要经过高温 那通常它的合成温度呢 会比这个固态的方法呢 要来的低 因为它 这些前虚物它力量比较小 活性比较高 所以它的合成的温度呢 可以比较低 所以我们做固态反应 或做一般的这个 这个反应呢 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 可以用这个来做 做一个 另外一条路 可以克服 这样的问题 另外通常用固态的方法呢 它会 形成金格里面的很多的缺陷 用这个方法呢 大致上可以避免到一部分的缺陷 所以这是 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法 好 刚刚我们谈到的 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盖世背去取代 原来如果是背的话 我们用盖世去取代背 那 取代了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 席的发光的波长呢 做调整 那主要的原理呢 那主要的原理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主要的原理 那底下 这个图 这个图主要 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耐去取代湿 那基本上这个席 它的发光呢 波长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用背去取代湿 或者湿取代背 席的发光波长呢 是可以调整的 经常的改变 所以你这些等价的离子取代的时候 你会改变它的结晶场 这我们三堂课讲过 所以 如果我们先看 这样的一个 一个Diagram 那这个Diagram呢 这个是 经常的强度 一般我们用10DQ 当作单位 那这个是 能阶 能量的高低 那一般来讲 Tim两架的呢 它是一个 Triplet的P1 那通常 如果你有 盖去取代湿 或者被取代湿的话 那这个 Triplet的P1呢 它会 因为经常的强度改变呢 它会产生 分裂的现象 那 这个NH的Level呢 会随着经常的 强度增加 那它会 产生这个 下降的现象 经常越强 它下降的越多 那换句话说 我们观察到 Tim呢 它主要是 来自于这个 到这里 到Ground State的 Ground State呢 是一个 Singular State 的这个Transition 因为它是S2 所以它是Singular State 这是一个 S1P1的 这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们 需要介绍前面 发光的原理 那 这里面 当然就牵涉到 这些 Term 在Crystal Field里面呢 它会Split Split 成 这些 不同的能界 好 我们看最低的这个Curve 你经常越强 它产生的Emission呢 越红 那换句话说 做在可见光的光谱里面 你可以 藉由经常强度的改变 把它从紫外 从蓝光 一直把它调成绿光 橘光 到红光 甚至 经常够强的话 它还可以在红外 所以 这个原理啊 基本上就牵涉到 Crystal Field的改变 Crystal Field的改变 Crystal Field的改变 来自于 代施的取代 或者是 被施的取代 所以这个Diagram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这个取代 那这些呢 有一些数字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数字 它主要是描述这个 NH Level 它的 Triplet的这个Level 它Splitting的状况 好 看完了这个 我们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 像这个 离子半径的大小 那 电荷补偿的因素 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 离子半径的大小 通常会影响到金格的张力 金格张力如果够大 它会消光 那 小的取代大的 或大的取代小的 一样的会引起这个 Strain 在这个金格里面 等价的取代 很重要 所以你三架取代两架 一样的你要用一个 一架的 跟三架的 在一起 去取代两架的 才能造成电荷的平衡 所以这个刚刚这个例子呢 我们 用T这个例子来 说明这个 等价的取代 好 接下来我们 可以很快地 看过去这些 荧光材料它的发光 我们说它是一个 Breather 原理的这个 Introduction 所以底下呢 发光的效率跟灰度 基本上我们用一个 非常简单的图 去解释 这个图是我们 常看到的 光谱的图 它用的不是波长 它用的是光子的能量 所以能量往这边增加 那波长呢 是往这边增加 然后是倒过来 这个是强度 所以 如果我们仔细地去分析 一个光谱 那光谱如果是这个样子 它告诉我们 这个能量的光子 比较多 那这个能量的光子呢 相对的少 那这个能量的光子 几乎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再把 光谱 再做 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Curve 不要只认为它是一个 Intensity对波长的 Intensity对能量的 一个关系图 就是这样的一个Curve 即使它代表了 Population 特别是在激发态的 比如说这个发光的中心 我们把它Pumping上去以后 它在激发态的 Population 那有些Population 比较少 那有些Population 比较多 那像这个 这个激发态呢 具有这个能量的激发态 它的Population相对的多 那其他呢 就相对的少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个光谱去了解 它激发态的 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牵涉到 强度的问题 或者是 Emission的 概率的问题 这个牵涉到激发态的 Lifetime 好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 simplified的假设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假设它是 Gaussian的 distribution 那 就这样子的方法呢 来讨论 强度发光效率 或者是灰度呢 跟这个 灰度跟这个 excited state population 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 一般我们光谱呢 写个lambda 这边我们写的是 E function of lambda 所以 能量往这边增加 那波长的是往这边增加 那这是intensity 是一样的 好 所以 这个图告诉我们 具有这个能量的光子 intensity 特别强 代表 具有这个能量的光子的数目 其实是 比较多的 那其他的这些光子的数目呢 就比较少 尤其 发光的现象产生的那一刹那 我们记录到这样的一个光谱 那 基本的意义 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里面呢 也可以说 它是emitter的数目 那这个 并不是非常抽象的 就是 你在一个系统里面呢 你可能有ground state 在这里 你有不同的excited state 那这个不同的excited state呢 通常我们写成 function of lambda 1 function of lambda 2 function of lambda 3 那这个表示说 从这个图里面呢 即使告诉我们 你在产生emission的那一刹那 从 不同的 能接下来的 emission呢 它有不同的population 那这个population呢 那这个population呢 我们用n function of lambda 去代表 那如果说 这个是 这个是 E2 E1 在这里 E2 就是E1 在这里 那表示说 从2 下来的 这个population呢 是比较高的 那从1下来的population呢 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隐含了 在激发态的 这个population的问题 好 那 根据这个假设 那基本上 我们说激发态的能量呢 proportional to 在特定激发态的 它的population 那所以底下我们可以看到 intensity as function of time 它其实是 激发态的population 乘上这个 E function of lambda 它有这样子的 一个关系 那 这个关系呢 就影响到这个 intensity pure intensity 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从 不同的激发态下来的 这个population 它发生概率的问题 所以底下呢 它就在讨论这个 概率的问题 那这个概率 发生 发光的概率 通常我们用p E function of time 来表示 那 我们不 导 这个 式子 我们只把最后的结果呢 结果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最后这个 efficiency 就是这个发光材料的efficiency 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 equation 来表示 那 efficiency呢 代表的是它 發光的效率 就是说 它是一个excited state的emitter 它产生emission的时候 發光的效率 是跟 excited state的 Decayed lifetime 呢 是相关的 那换句话说 Decayed lifetime 如果越短的话 那通常呢 发光的效率呢 它会越高 这是 效率 或者是牵涉到 几率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从这里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了解 efficiency 其实跟excited state的 tau 它的Decayed lifetime 是相关的 那这个equation呢 也可以写成 括号 e加s over p1 exponential 的minus eq over kt 然后导数 可以这样子写 那所有的term definition 在这里 这个p1 当然代表的是 从激发态 转移 这个能量 从激发态的离子呢 转移到host latest probability eq呢 代表activation energy for crossover 就是 能量在转移的时候 它的活化能 s代表这个 两个激发态之间 way function 或两个状态之间呢 way function overlap 叫做这个s 所以 你把它define了以后呢 根据这个equation呢 我们就可以去define 这个efficiency 好 所以 在Farsport的design的时候 其实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它的 Decayed lifetime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系统 如果你pumping了以后 在激发态的population 它的分布 这个也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发光材料 它基本的这个 这个特性 好 这个部分 我们并没有很深入的讨论 也没有去导这些式子 那把它当作是一个 基本的概念 那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 影响这个发光 材料 它效率的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 当然是 purity 的问题 刚刚讲过 如果你有 磁性的离子 Ampere 电子的离子 存在这些发光材料里面 它会是 energy trapping center 所以它会消光 所以一般做这些材料的时候 对 反应物 存度的要求 其实很高 我们要存的 特别是 high purity 的反应物 第二个呢 我们掺杂进去的 发光中心呢 通常 你需要把它最佳化 那发光中心的最佳化呢 通常我们 我们做一个实验 怎么把发光中心的浓度 最佳化 那通常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把 activator 的 concentration 当作 exo 那 你把它掺杂到一个host 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量这个 activator 的 pio intensity 它的发光的强度 很多人量出来 它会是这个样子 那换句话说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通常 这一部分呢 我们叫做underdope underdope 的部分 换句话说呢 掺杂的浓度还不够 因为它发光的强度在上升当中 第二个 这一部分呢 是overdope 换句话说 它已经掺杂过量 所以它的发光强度在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 这样的curve呢 强度跟浓度之间 未必有 线性的关系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是线性的 这个关系呢 不一定是线性 没有说intensity 跟浓度一定要线性的 不一定 那这个 overdope 的部分呢 等一下我们看一个图 其实它是一个financial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 你在做 dope的optimization 这个我们叫做 dope concentration的 dope浓度的 最佳化的时候 那通常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curve 你如果掌握浓度 不是很适当的话 也许你得到的图呢 它会是这样 你得到的图呢 或许会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是你掺杂进去离子的浓度 那浓度越高呢 它越低 这表示你家的这个浓度 其实已经在这个 overdope的region 好 所以 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curve出来 那这个表示在这一点呢 它是optimum的值 这个浓度呢 是最佳的参杂的浓度 过量或者是不足 它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不一定是线性的关系 没有说一定要是线性的 这个关系 所以 这个部分呢 通常我们掺杂进去的时候 大概 在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在氧化物的例子里面 大概是五乘以十的负氏 到二十个percent的 more percent 是比较好的 参杂的浓度 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的范围 不同的系统 它最佳参杂的浓度呢 其实是不同的 那我们下礼拜呢 再来看一下 其实 pill intensity 跟浓度的关系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跟线性比较接近 但不一定是线性 overdome的部分呢 它是呈现exponential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不上课 所以可能 春假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多谢您 谢谢您 那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渡航